从元启法的证悟中 佛陀教导众生 缘苦知苦 观苦乐如患 苦与乐影响我们身心的健康平衡 是人们生活中 时刻不离的内容 古今许多学说理论 宗教信仰 都离不开如何得到快乐 佛教的观念里面 苦有苦的经验 乐有乐的经验 这是事实 一般人都想离苦 一般人都想得乐 但是只要没有远离欲求的束缚 苦乐的经验 它永远不固定 它会不断地交替不停 反复地循环发生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煎熬 那么乐得越多 反而失落得越痛苦 我想这些普通的经验 我就在这里不说 所以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这是很通俗的用词 这是说给一般人听 佛门真正的说法是 远离苦乐的逼迫 这才是佛徒的教导 那么how to do 怎么做到呢 苦乐的根源就是渴求 那么什么样的渴求呢 对现实人生经验 好的希望长久的维续 不好的经验希望能够稳定 确定地远离 我再说一遍 人们的渴求是什么 所有美好的人生经验 希望能够固定地保有 维持 一些不好的经验 能够确定 稳当地远离 简单来讲就是 要的希望能够得到 并且hold在你的生命里 不好的经验 希望所谓far away 离开我们的人生经验 不要再接近 并且确定如此 这就是人们基本上的需求 那如果能够达成这样 就是离苦得乐 从元起的生命法中 了解苦乐互为因缘 从离苦离乐中 证悟到苦乐本一 苦就是乐 乐就是苦 本无苦乐 时邦新闻记者 赖玉荣台北采访报道 还是许多 优优独播道